王家庄街道农村 现在正值种植生姜的时节 路边是一片片的生姜田 记者看到一个农户正拿着一个蓝色的袋子 往地里撒着一些东西 记者在田边找到农户丢弃的这种蓝色包装袋 发现这是一种叫神农丹的农样 而神农丹所含的剃灭微农样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植物全身吸收 它的特点是有水龙性 它就会顺着蜘蛛的根系 到了蜘蛛的颈部 到了蜘蛛的叶部 也就整个生姜的这个蜘蛛上 从根到叶都会有这个蜘蛛味的分布 神农丹产品一般每箱十代 每代一公斤 这里的农民每亩药用到八公斤到二十公斤 是规定用药量的三到六倍以上 其实当地农民对神农丹的危害性都心知肚明 因为使用过这种剧毒农药的浆 他们自己根本不吃 那你自己用什么药来自己吃的 自己吃的不是药 自己吃的不是药 不是药 什么药 它那个药挺烈些 对 药挺烈 所以你自己家吃另外找块地 不是找块地 那天之后一股就整 一股也四不六一年 吃不就可以了 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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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